我是很感謝神,是神的恩典,不是人的作為,是神的恩典 神是歡喜我們去服侍祂的,歡喜我們去有這個心祝福人 神給我的託戶是什麼呢?我不是只想建立人信耶穌 我是想建立人愛主,受訓練,服侍主,帶動復興 神使用我感謝主,使用我在不同的地方帶起復興去訓練人 剛剛我收到一個訊息,在肯亞一個牧師,他傳了訊息給我 他說自從我去完,那些人就很如經歷聖靈,很大的平安喜樂 他說有一個婆婆,自從我來了之後,她就很喜樂 她經常贊給神,連鄰居都說信耶穌,見到她這麼喜樂 我就很想能夠建立一個穩定的群體 因為其實我在做一個侍奉訓練課程 但是因為使用訓練課程,那些人是屬於不同的群體 依然可能現在都是的,不過不要緊的,我們歡迎你來到 那個目的是有一群人是會能夠毀身在這個教會被訓練去侍奉 而那個目的不是為了經濟的 其實我是在我們的課程和這個聚會都是義務的 我是完全是義務就是想祝福人,想祝福神的天國 而神祝福我很多 那我就,我很感謝神 在前,大約是一個月之前,可能少過一個月 就有一個人打給我,那天早上就有幾個人一齊服侍祈禱 為一個人服侍祈禱 那有一個人打給我,他說呢,我很有感動為你們奉獻 一個大的數目 那我就說呢,你告訴我,為什麼你會擔心呢? 他說他擔心不知是否神的心意 那他就說,幾個月之前,我就為祈禱過一次或兩次 我都不記得 然後呢,神就感動他,就很想為這個課程寬諒 我說這個東西,完全不是為了奉獻我分享 而他說,有三個群體幫了他 我是其中一個,是幫他最少的一個 而兩個群體幫他比較多 那但是呢,他就始終有這個感動神 當時跟他說 而那一早早呢,他四點鐘醒了 他就,總是覺得哩哩要做些事情 然後他就看聖經 看聖經的時候呢,就看到聖經說呢 不要遲言建造神的殿 那他呢,看完之後呢,他就很有感動 他就打給我,他說呢 他說呢,這個神感動我,就是要建造神的殿 我說,我說你,就是 他就問我,是不是 就是,這件事對不對呢 我說,我們就是想建造神的殿 而我們想建造神的殿 不只是一個群體,是祝福周圍的 就是成為周圍的祝福 在香港,和列國的祝福神 為我開路去不同的國家 將來你都可以參與的 那首先,我們被醫治,被安慰 被釋放,被更新 跟著呢,我們可以向前去 我們的生命就可以提醒 那這個呢,可以說 神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 因為他那個奉獻的數目是很大 我都驚訝,真的很驚訝 而我們用來做什麼呢 我們將來就可以能夠找一些同工 一起去同心,去侍奉 而我自己是不受生的 但是我們找一些同工 可能他們生活上需要的 那這個也是神的供應 神的祝福 還有呢,是很多神奇的作為 我們中間也有很多神奇的作為 那呢,就...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說那麼多 不過呢,其實我們中間 也有些人是經歷神職 在我們中間是經歷神的祝福 很大的醫治 那我們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們就暫時沒有... 這個分享就不做著 但是遲些有機會再分享的 那麼我們現在呢,首先呢 就是有一個... 即是說,我們感謝神 我們今天... 在這個時候,我們開始我們的崇拜 我們一起不如獻上,感謝 一起呢,感謝神 神呢,讓這件事成就 我們感謝天父,讚美天父 Hallelujah,感謝天父 多謝天父 讓神你的計劃成就 在人來說是不能的 就是在神你是凡事都能的 神也讓我們找到這個很適合的地方 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就是呢,真的呢 是比較我們所找的地方 更加奇妙的地方 我們一起祈禱 多謝天父 神為我們預備的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神你有奇妙計劃 神你有奇妙的作為 你一定會成就你的作為 你會成就偉大的事 我們將我們的生命獻給你 我們將你的教會獻給你 我們將你的群體獻給你 我們將你祈禱使用 多謝天父 另一方面 有崇拜,有聚會 但我們的目的最終是想興起人的福視 而福視不只是福視這個教會 這個群體 是福視周圍的人 是將福興帶到周圍的人 但很多人不能夠做到 因為沒有訓練 沒有信心 是需要訓練的 所以我們的聚會 跟著會有小組 小組幫助大家 能夠互相關心 應用我們今天的信息 然後呢 我們就會有侍奉的訓練 我們整體上 六點半就會完 那我就 大家 如果你有這個感動的心 你看 我很想讓神去用 其實你 就算你現在未準備好 你都可以接受訓練 我們每次都會有這樣 還有我們星期一也有 在觀塘那裡也有的 兩個地方都可以接受訓練 我這裡就想見到一個群體 一個穩定的群體 但如果你說 我有時來到 有時來不到 都不要緊的 但我也想知道 有哪些人 你想穩定地受訓練 以及穩定地去參與事奉 即你有這個心 你這個心 你未必做得到 現在馬上未必做得到 但你想的 有幾個是有這種心的 請你舉手 讓我知道 你是有這種心 我想在這裡接受訓練 能夠進入事奉 裡面 請你舉高手 讓我知道一下 不用擔心 沒用 你 不方便 我不用擔心 我不用擔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